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被拍与好友聚会,冯绍峰嗨玩至凌晨,两人单身生活滋润 9月2日,有媒体晒出冯绍峰和赵丽颖分别与好友聚会的视频 两人离婚后各自潇洒,生活可谓是过得有滋有味,他们的状态引起了网友们围观 当天,冯绍峰身穿白色短袖,下搭黑色休闲裤在助理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某餐厅 只见他包裹严饰,戴着余服帽和口罩,走在人群中几乎认不出来 冯绍峰一下车便快步进入饭店,似乎是有什么急事 值得注意的是,冯绍峰进入饭店前外面还是白天,等他吃完饭后就已经是凌晨了 冯绍峰在依众好友的陪同下走出餐厅,并转身与大家挥手告别 动作欢快,看起来心情很是不错 紧接着,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路将冯绍峰护送到车上,似乎是怕他喝醉了酒摔倒 随即,冯绍峰乘车前往酒店休息 而赵丽颖也没有闲着,她身穿黑色短袖,下搭紫色休闲长裤,同样是戴着余服帽和口罩 此次露面,赵丽颖身材又比以往销瘦不少,宛如纸片人一般,小蛮腰更是吸睛 据悉,赵丽颖此次所去的地方是某家民宿 她在聚会结束后与好友一边聊天,一边向外走,等快到门口时 赵丽颖与大家挥手告别,似乎是有些意犹未尽 赵丽颖离开时一步三回头,步伐缓慢,一副舍不得离开的样子 在赵丽颖的身旁并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跟随 想必此次应该是私人聚会 随后,赵丽颖乘车离开民宿 网友们看见动态后纷纷感慨还是单身生活好 还有不少人表示离婚之后,两人的生活越来越潇洒 2018年,赵丽颖与冯绍峰官宣结婚的消息 当时这段婚姻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许多粉丝都认为男方过于花心,女方可以找到更好的 但他们并没有理会外界的言论,并生下了儿子想想 就在外界以为他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时候 2021年,冯绍峰又宣布离婚的消息 但离婚的原因却一直没有对外透露 作为女强人的赵丽颖并没有被离婚仪式影响 反倒是全身心的投入事业之中 更加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前段时间,媒体增多次拍到赵丽颖醉酒的视频 和其酒的银宝没有了平日温柔可爱的模样 但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想必现在的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祝愿她与冯绍峰的事业都能更上一层楼 也希望她们二人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感觉令旨点不严重